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手头有电池 所以就购买了裸机款 先看一下电池信息 1块20伏2.5A电池 386g 1块20伏4.0A电池 632g 都带电量显示 按下按钮可显示剩余电量 超大解锁按钮 阻力适中 回弹有力 电池不但能用于吸尘器这样的家用设备 专业的电动工具也是通用的 这也是微科市打造的20伏电池共享平台 后期官方会推出更多20伏平台工具 我们也会跟进评测 敬请期待 国际宽电压快速充电器 2A 50W 可壁挂 单指示灯设计 1.3米长的电源线 还贴心的标注了保险丝型号 实测2.5A电池 85分钟充满 4.0A电池 130分钟充满 充电器温度52度 室温26度 常规瓦楞纸包装盒 WICK是WX030造型独特 方正小巧 黑灰配色 整体工程塑料材质 正面醒目logo 特有的提鞋设计 只有在地面吸尘器上才有的吸尘软管 巧妙的贴附于提饼上 外径3.2厘米的PVC软管 完全拉伸后最大长度可达1.2米 弹性好 回弹快 内部钢丝制程强度高 耐极压 前端工程塑料握柄 15厘米的有效长度 握持操控灵巧 磁吸式固定 完美收纳 至于它的实用性 我们稍后再介绍 4成10厘米的塑料提饼 楞角圆润 即便拿开软管 握持依然舒适 随机配备了两款常用细嘴 毛刷细嘴 最大宽度4.5厘米 用于清理沙发 被入地毯上的浮沉 两段是伸缩缝隙细嘴 最大长度20.5厘米 一段为工程塑料 二段为软橡胶 衔接处密封性良好 伸索阻力较大 1.1厘米宽的尖队处理计较嘎拉的垃圾 得心应手 微客室将两者巧妙地收纳于机身 既保持了美观 也不宜一时吸嘴 一人一窝 不能串窝 但可调象 卡紧固定 通过两侧预留槽取出 摩擦紧固式连接 集成仓盖释放按钮 配合下开口设计 可实现一键倾倒 不脏手 不行还能抖两下 按钮段落感清晰 前期阻力较大 多次使用磨合后 手感会好些 仓盖弹力开启 底朝天也能弹开 盒盖建议用手掌 省进 底部四个香蕉脚垫 防滑且耐磨 中心产品名牌 20V 180W 盖内密封圈 预压制密封槽 完美贴合 官宣0.2升容量的集成仓 正面预留了观察窗和容量警示线 看似占了三分之一集深 各种设计妥协后 皮皮棉实测 容量也就这么多 反转旋径柄可取下滤芯 旋转卡扣固定 外面是40目不锈钢滤网 用于过滤大颗粒垃圾 可水洗 耐用 同为旋转固定 内芯为微尘过滤海帕 用于过滤粉尘颗粒 可水洗 并且滤芯还有的卖 19元一个 不包油 比油伤要 整机风道 由吸尘软管吸入至集成仓 再由滤芯过滤 经电机仓 最后由巧妙隐藏于软管收纳槽内的排风口排出 内有过滤棉 防止杂质排出 风口面积3.8乘以5.8厘米 不过电机仓这边还有个2乘3厘米的风口 设计巧妙 既能排风又能为电池降温 指灯朝上 底朝外 一推 咔的一声就装好了 但电量显示就无法使用了 2.5A的电池厚度正好与机体同面 4.0A的电池会高出一节 但不影响重心 含2.5A电池整机178克中 与同级别产品重量相当 提品根处 橘色电源按钮 阻力适中 反馈明显 但侧按触发 有点不那么称手 高低两档调速 循环切换 但官方仅提及最大吸力10千块 具体各档位吸力如何呢 一起来看看 1档 使用1.1克软膛测试 运行噪音85分贝 2档 使用4.8克巧福利球测试 运行噪音91分贝 吸力表现不错 接下来是续航测试 放入PP棉 模拟舱内集沉量 满电开机 直至自动关机为止 2.5A电池 1档30分钟 2档15分钟 4.0A电池 1档45分钟 2档25分钟 机身最高温度46度 电池43度 室温27度 吸尘软管 这种经常出现在地面吸尘器上的设计 微格式将它用在WX030上 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麻烦 竟然要双手使用 一下就没了灵巧感 但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发现它还是有优势的 相比大部分单臂吸尘器 软管巧妙地分解了单臂吸尘器的负担 一手提主机 一手拎吸头 大范围高角度的清洁更省力 如果可以根据清洁强度范围 快速切换单双手操控形态 那就完美了 车用 集成的双吸嘴再合适不过了 整机收纳也很方便 但机身未设计照明 也不支持车充 用久的吸嘴 接口处的污垢也是个问题 不管你是这样拿 还是这样拿 都不可避免地会沾染上 而且收纳槽内也会有残留 当然你可以自清洁一下 想根治 要么每次清洁吸嘴 要么机外收纳 WX030的吸力和续航都表明 它是有处理繁重任务的能力 但仅凭官方提供的两款吸嘴 又有点有心无力 一次偶然机会发现它竟能无缝直连 有伤的地板吸头 还能匹配到这种转接范围 30-36毫米的转接头 一下让它的战斗力爆表 开启更多清洁模式 当然了 我们更希望官方多出一些吸头 但新的问题又来了 0.2升的集尘舱分分钟装满 你不是在倒垃圾 就是在倒垃圾的路上 总结 WX030无线吸尘器 外观讨喜 细节到位 动力强劲 收纳也很方便 还能为你节省一部分电池的材质 但在某些方面的妥协与不足 也是有目共睹的 在这里 也希望微客室的下一代产品更成熟 好了 我是八哥 喜欢工具的朋友请关注图八哥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